女孩是真的想杀人 因为流氓不仅杀死了爸爸 还准备凌辱妈妈的尸体 他发疯式地向前跑去 随手拿起地上的叉子 便插下了流氓的眼球 可流氓的同伙却直接开枪 将女孩打飞出去 他虽然没有死 但也以无力反抗 只能看着妈妈被他们欺负 因此女孩当了警察 可他第一次出警就遇上了吸血鬼 眼看小队即将团灭 一个杀手却突然杀出 仅凭散发而出的强者气息 便吓得吸血鬼把女孩当作人质 可杀手却毫不心软 直接开枪射穿了两人 并用手掌插到了吸血鬼的心脏 而杀手应对女孩的愧疚 便张嘴咬向了她的脖子 女孩这才知道杀手也是吸血鬼 属于专门对付怪物的政府歧视团 但女孩变成吸血鬼后 始终坚持底线不愿吸食人血 于是便被派去防守基地 可邪恶势力却趁主力外出 直接派了42只吸血鬼进攻基地 他们的首领更是释放天赋绝技 照出了千米高的巨人 守卫队当即丧失斗志 而女孩却看出这是一种幻术 急忙拿出武器反击 以攻击本体的方式破解了幻术 可就这一愣神的功夫 基地防线就被吸血鬼突破 防守队很快就被逼入了绝境 女孩则勇敢地站了出来 用非人的体力拿着火炮扫射 这才团灭了吸血鬼士兵 首领剑撞针对女孩发动幻术 重现了他妈妈的死亡场景 令女孩精神崩溃到无法动弹 首领戏谑地砍断了她的左手 并一脚踩住艰难爬行的女孩 抓起头发便割下了她的双眼 眼看就要斩出最后一击 守卫队长急忙开枪阻拦 并想借助烟雾弹救回女孩 但没走几步 就被首领的僵尸仆丛开枪扫射 她不顾伤势地继续向前 可首领却直接甩出镰刀 贯穿了队长的身体 让她当即倒地不起 队长自知回天无力 便主动将鲜血送到女孩口中 求她吸干自己获取力量 女孩紧紧地抱住队长 决定不再无谓地坚持 痛苦地咬向了队长的脖子 拼命吸取着鲜红的血液 成功完成了终极进化 转身便顺杀了满屋的僵尸仆丛 并用力抓住吸血鬼首领 将她按在墙上疯狂摩擦 随着身体的不断破碎 首领被地狱之火完全融化 而女孩也找到了自己的路 她要用这吸血鬼之力 继续捍卫人间的正义